這邊是提要142 我們來看一下 Naplex轉換的由來 它的由來是跟那個負列極數有關 而負列極數 它的那個討論過程啊 必須要先討論周期為二拍的函數的負列極數 從周期為二拍的負列極數開始 因為它不是目前的範圍能夠講得清楚的 所以我們大概展示一下有一點概念就可以了 這第一個方程式是周期為二拍的負列極數 函數F的負列極數 那函數F的周期是二拍 是周期為二拍的負列極數的一些形式 有一些是跟係數有關的 ANBN 然後我們可以把周期為二拍的轉換成周期為二L的 好,這是周期為二L的函數F 它的負列極數的形態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把那個周期為二L的 再把L當作無限大 所以可以找到周期為無限大的負列極數 這第三個步驟就是找到周期為無限大的負列極數 好,那 那做了適當的整理之後 已經 好,就再往下 好 在這 好,就我們找到周期為 這個 無限大的負列極數 那周期為無限大的負列極數 這還可以進一步劃減 現在這跟cos有關 然後我們 再加一個連給它 另外一個積分是跟 散函數有關 這兩個合併之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問題變成 變成跟指數函數有關 好,就這個 就 函數F 它可以把它轉換成這一些的組合關係式 然後 有些 討論負列極數 這叫負列轉換的 有些討論負列轉換的 書啊,它會把 二拍分之一 拆開變成 根號二拍分之一 乘上根號二拍分之一 然後一個積分是 跟著一個根號二拍分之一 好,那 現在 我們 是只有定義裡面的這一部分 它的係數是一 沒有乘上根號二拍分之一 好 這個叫做 負列極分 或是 這個負列極分 好 有了這一個之後 這個是負列 負列極分的一些概念 好 從負列極分 就可以進一步來到負列轉換 好 那 定義域需要調整一下 因為我們那個 負列極分的定義 是負的無限大到正的無限大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 定義域 換一下 我現在講的有點快 大家只是聽一聽 知道有點概念就好了 好 這邊呢 我說 函數F 希望它只有在大於等於0的時候有值 當它小於0的時候 函數值都是0 好 那就可以把 這邊所看到的負線道到正無限大的積分 拆成 小於0的部分的積分 跟大於0部分的積分 小於0的部分的函數F是0 所以小於0的部分的函數 積分值就不管它 就0 好 然後 再把我要積分函數 轉換成一個指數衰減函數 這是一個指數衰減函數型態 因為乘上exponential的-at次方的關係 好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 前面所看到的負列積分 這邊是 改寫之後的負列積分 再進一步的化解 好 那 這時候的化解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有一項 就跟我做的那個 laplus轉換是有關的 因為laplus轉換是 我們需要常常用的一個方法 且微分方程是常常要用的一個方法 那這邊先這樣子討論過一遍之後 會比較有點概念 意思說laplus轉換它是有一個來源的 不是隨便 發明的 好 這個是它的反轉換的討論 它的反轉換就是底下這個框框 綠色框框這個地方 好 那一般來說如果要做 這種 α-i5線大 高α加i5線大的積分的時候 這個要用負面分析的原理 才有辦法做laplus的反轉換 不過一般來說 我們不會 用這個路線積分的方式 找laplus的反轉換 反而會用那個 有點像是公式解法 就是我們記了一些基本函數的la4轉換的公式 知道它的對應關係是之後 它的反轉換自然就容易找得到 一般來說我們會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問題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試看看做路線積分 在負數平面上做路線積分 讓它的反轉換一樣算得出來 不過比較辛苦 好 我們把剛剛的討論再做一點整理 我們的討論是這樣說的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把周期為2π的函數 它的負列幾數找到 然後把2π的周期 這周期本來是2π 然後把2π的周期變成 周期為2l 這是周期為2l的負列幾數 再把周期為2l的負列幾數 變成周期為無限大 這邊是周期為無限大 變成周期為無限大的負列幾數之後 我們可以說這叫負列積分 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個積分式 那個積分式 就是相對這些相加的概念 積分本身就是一種相加 所以這個一大堆相加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積分的 積分的這個符號了 那最後就是做了一些的 函數f的調整 函數f稍微調整一下 那你就可以找到底下這個 拉式轉換的關係式 這個拉式轉換的關係式 我們都會要求出學者去把它背下來 什麼叫拉式轉換的概念 這個就是一個函數g小寫g 乘上一個指數衰減的函數 然後對裡頭的t變數做0到無限大的積分 然後舊的問題跟t有關 新的問題跟s有關 這是需要記下來的 所以接下來就把它背下來 底下我們看一下拉式 這是一個法國的著名數學家 這個拉帕拉斯先生 他是生在1749年 一直活到1827年 底下是他的一張畫像 是非常有名的法國的數學家 好 這是我的介紹